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金五鸭脖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分享 好人有好报 感谢你们的支持 好视频开始了 武汉金五鸭脖制作配方及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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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香料包白纸克 肉桂克 橙皮克 八角克 小茴香克 凉姜克 木香克 山克 甘草克 草果克 肉寇克 碧波克 纸鞘克 红扣克 丁香克 山茶克 白扣克 杀人克 所有香料温水泡分钟 淘洗干净二 高汤熬制 香料包一个 洗净的福建辣椒王筋 洗净的花椒筋 食用油筋 盐克 白糖克 味筋克 鸡筋克 鸡筋克 鸡粉克 清水筋 洗净的鸡架汁 如同加清水下鸡架小火小时捞出 下香料包下辣椒王 花椒熬中火 小时 再加入食用油继续中火熬小时 捞出残渣加入盐 白糖 为筋集成 致时卤水约筋 三 食材出加工压薄筋 用自来水解冻小时 每个小时换一次水 然后加盐克 葱姜各克 高度白酒和红曲粉各克腌制小时 冬季小时入凉水锅 窜进血水三开三撇 捞出带卤 四 卤制卤水晶再加入香料包个 福建辣椒王克 花椒克 鸭香膏克 花雕酒克 盐克 味精克 鸡精 鸡粉各克 大火分钟下适量白糖和红曲粉 下处理好的鸭薄卤 分钟关火焖分钟捞出 第二次卤制时 卤水会蒸发一部分 每个卤筒都有刻度 再次卤制时需天仙 汤制第一次卤水相同的刻度 香料 花椒 辣椒王等调料只佳 补充鲜汤的量即可 好 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 分享感谢支持 小伙伴们对金五压薄 有了解了吗